当然还有两位嘉宾也要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 边峰伟先生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刘兴先生 三位晚上好 那这一段时间 您如果在收看节目的话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好 我们先来说今天的市场 今天市场是继续震荡攀升 上证指数是占上3100点 创业版指数继续创下两年来的新高 两市成交7323亿元 略有缩减 那北向的资金是继续净流入 超过45亿元 我们看到今天中正报的头版刊文称 银保监会提出 多渠道引进促进居民储蓄 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 可以说居民储蓄转化为股市长前 正处于一个较佳的机遇器 但是核心要义在于 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强化股市财富效应 真真切切地让投资者分享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那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随着成交量的一个有效放大 增量资金正在入市 那随着量能的有效放大 行情有望向纵深发展 边老师 其实这个事是周末的时候 大家已经听到这个新闻了 只不过是我们说行情有望向纵深发展 12月本来说没行情 结果行情比大家想象的好 而且越来越好 渐入佳境 那如果向纵深发展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的增量资金 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我想原来我们说吧 内外两块增量 一块是北上 北上依然在 从来没有这个大手笔的 不断地在买入 第二块是两融 对吧 两融其实内部的 我看昨天是10,200亿 好像220多亿 也算是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了 好像从一几年以来 16年以来 大概没有上过万亿吧 这两块资金 一直是比较大的内外 而且我觉得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其次2020年的 这个银行的理财子公司 这一块的增量到底有多少 原来预期好像最低 我上次看到是 1500亿到2000亿的增量 那关键在全亿的这个比重上 能不能有调节 这三块是2020年 比较明确的增量 当然2020年也有很多的消耗 包括我们说IPO 重组 再融资 但是由于现在买的这些 买的这些资金 它大部分是在头部上 所以可能对指数的贡献 会更大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指数上 应该安全都会更高 从操作来看 由于目前的市场 我觉得是各类资金的操作 都算是比较顺畅 无论是偏挖地形的价值的 我们以北上为主 还是这个偏 我们说弹性的科技的 其实题材类的也很多 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 比较好的是在 这半个月的行情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些品种 高位的 我们也不说高位的 非常高估值 比如说一些 相对的有一些 长得比较大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茅台 比如说昨天的华兰生物 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 今天部分的芯片类的企业 也在调整 但指数还是红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位指数未来的空间 其实是流出了很大的余地 其实原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一批一批涨上去 高位的东西始终不动 那最后总要一起松动 那可能指数的调整会更大 现在是轮动性的在涨 这些品种在调 茅台其实带指数吧 对吧 从16000亿市值已经跌到14000亿 眼睛一眨也20%跌掉了 但我们的指数反而从2900多点 来到了3100点 涨了200点 那我们在这里就说一个题外话 万一比如说 涨三个月以后 指数涨到3300 然后要调了 茅台这时候跌到了900块以下 也许调出来的资金 又能够从现有的 这些涨上去的品种里面 回到现在我们看到的 医药和白酒里面 到时候指数又是比较 准量量性循环的状态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觉得对指数来说 会相对的更稳定一些 所以我觉得今年 可能我们的策略上 和去年下半年 也算是吸取去年下半年的 这个反省吧 去年下半年 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3000点看得太重 就我们始终觉得 3000点这条线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经济的原因 每次到了以后 就会比较谨慎 然后指数有时候也调了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优质的品种 没有调 不断地创向 所以今年我们的策略第一点 就是把指数尽量地看清 至少把上针指数 要看得再清晰 把所有的精力 放到行业和个股的研究上去 我觉得可能从收益回报 对客户来看会效果更好一些 边老师 刚才在互动当中 有一位观众问 说听说边老师最近 对市场非常看好 说三年之内能看到六千点 当然我们是泛泛而谈这个点位 只是说你对未来行情的描绘 有这么牛吗 我觉得不能说是非常看好 我觉得指数要一步步来 但我们说从去年开始 我们始终认为指数是最有希望 走出很多投资者盼望的 像欧美市场这样的慢牛行情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慢牛行情 十年涨了四倍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 三年两倍 我们如果能够稳定 我觉得我们这一轮行情的慢牛行情 是能够慢慢地走出来 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慢牛行情 其实并不是全面性的行情优势 更多的可能依然是优质企业 从100家到200家 300家 400家 500家的 优质企业的不断的慢牛行情 那其实刘欣 我们从整个今天盘面的 这个状态来看 春季行情的攻势 还在继续当中 七千多亿的一个成交 包括热点的一个扩散情况 热点的一个持续情况 轮动情况也是在大家的理想状态当中 那么如果向纵深发展的话 这个风格上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因为大家现在探讨的最多的就是风格 到底把钱放在哪 大的 小的 科技的 周期的 可能现在是大家最想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从这个指数 空破3000点的关口之后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位置上面实际上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 缓慢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大家对这个正轮行情应该说启动之后也是比较期待的 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正轮行情不太可能会出现 像去年二月份之后的这种快速上涨的这种行情 那么指数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上面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当然在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 热点也好 板块也好 这种轮动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带动这轮行情上攻的主要的动能是来自于金融 券商这样的一个板块 我觉得这条主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因为整个2020年是券商的股权融资的大年 那我想作为券商来讲 在这个其中一定会分享到股权融资所带来的这样的好处 那么其次实际上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看到 科技股实际上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有所开始出现一些分化了 包括像今天盘中一些芯片类的个股 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调整 那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些周期性的一些板块 在这个市场当中开始逐击走强 所以在短期的这段时间 我认为实际上周期性板块 可能它的一个走强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可能更大一点 而作为科技股来讲的话 因为面临了这个马上一月份已经到来了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年报的压力 去年的三季报实际上让科技股是出现过一波这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短期内来讲科技股会有一个分化 有一个业绩压力的释放 而之后的话可能科技股当中 当这个业绩压力释放之后 可能会继续走出这个行情 但就短期而言 我想主线还是大金融 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当中 相对来讲一些周期性行业 可能更值得关注一下 一会我们还会重点来探讨周期 那丁老师您好 非常欢迎您 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了介绍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信箭头金融工程与大类资产配置总监 丁鲁明先生 那其实丁老师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是对市场做过预判 曾经讲到对小市之类的各股创业版指数的一个关注 大家也再回头看 其实预言或者是预判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要说出逻辑的 我们知道中信箭头在11月份 你们出了一个报告 是对12月份的这个行情 是有一定的一个期望 因为当时11月份市场较低迷 甚至在11月26号MSCI第三批资金 这个被动买入之后 整个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冰点 但是那时候你们是给出12月份看好的 在券上当中为数不多的 对12月份看好的这个策略报告 那当时为什么基于那样的一个市场环境 就给出12月份这样的一个报告 首先因为我们做大力资产配置研究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大的方法论的体系 这套体系的话 其实是从大家可能关注度 并不是太高的经济周期的维度上去看的 这个周期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些 重大的一些资产拐点的波动的特征 那么从11月底 当时我们看到的现象 其实两个维度来看 和2012年11月底非常的相似 其中一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有一些经济数据 已经开始从底部 有连续两到三个月的回升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 其实市场的一致预期的舆论 是认为整个宏观经济 并没有持续性 没有上行的持续性 但实际上从周期理论来看的话 其实本身应该会出现一个 6个月到12个月以上的这种上行 所以这样的预判 可能当时市场处在一个 偏悲观的一个状态 第二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从量化指标可以刻画到的 一些市场高频交易中来看 有一些非常强劲的 一个主动买入力量 在当时也是在主动介入 从而实际上在12月初 当我们看到经济数据 再一次出现回升 PMI出现了3月份 4月份以后的第三次 50以上的数据的时候 市场这个情绪 最终还是被点燃了 就这个状态和12年初 12年底的这个时间点 是完全一样的 一波脉冲行情就这么开始了 对 您刚才给出这个定义叫脉冲行情 对 你说一波脉冲行情 现在还叫脉冲行情吗 现在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应该正在经历 这波脉冲行情之中 我们认为这波行情实际上 还有比较强的一个持续性 无论是从这个基本面维度 还是从短期的一个技术面 的一个走势来看 是可以持续的 对 其实刚才边老师和刘欣 也都提到了 对这波春季行情 简单的一个判断 就是目前整个市场 这种结构化也好 整个指数的慢牛状态也好 还能继续持续 从时间点和整个市场的 空间维度情况来看 你们的这个预判结果 在春季行情 给出这个预判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我们背后的一套方法的逻辑 因为这个实际上 大家可以去验证的 我们认为是这样 其实整个经济周期的话 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上 或者说证券市场 存续的这个30年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大约九轮 我们叫做库存周期 或者说叫做基金周期 这个周期实际上在 经济周期里面 是一个最小的周期 但是一轮也要持续3.5年 那么这轮周期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几乎每一次的低点起来 我们的A股都会有一个 非常同步的反应 从历史规律来看 甚至这种上涨 可以达到18个月以上 一到两年的这种上升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 从配置角度来看 也需要去非常关注的 这样的一个周期的特点 那么这个周期 从我们自己的观察来看 在2019年的7月份 就去年7月份 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低点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的是 这个包括发电量指标 发电量指标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 过去的10年的数据来看 其实有两次明显的底部区域 一次的话就是在2015年的年底 一次的话呢 就是在去年的6到7月份 那么这两个时间点 间隔就是一轮标准的 库存周期3.5年 那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的话 其实过去10年来 有两次很明显的 库存周期低点 我们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回顾一下 一次是2016年3月份的低点 那么那轮低点之后 A股实际上是上涨了22个月 就是这张表彰中 右侧的这个时间点 对对对 那么那个数据的话 其实市场最后是涨到17年底 那么再往前那轮周期呢 是12年8月份经济见底 就那轮和现在这轮非常的相似 实际上最后它上涨了是三年 当然在最后的一年半当中 由于有中国的货币政策的 额外的刺激 所以最后变成了一个水牛行情 但本质上这个涨幅也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对于今年11月底 12月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其实我们认为有一些补涨的性质 就大家突然意识到 这轮库存周期和以往相比 也是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市场出现了一个资金的 一个右侧追捧 那么这种追捧是形成了脉冲行情 这个过程和12年12月份的状态 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应该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其实您刚才给出理由 就是说库存周期回升 这是给出这波脉冲行情 提前预判的一个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是的 这是一个理论基础 其实边老师 刚才我们也在探讨 这个春季行情开展这个过程 可能大家更多的 普通投资人更多看到的是 政策的暖风 可能政策不断地给出这个信号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银行储蓄资金 未来享受这个高质量成长的这个红利 好像也都是跟政策相关的 但是我们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丁正也提到 这个相关的库存周期 其实当时各大卖方也有 但是呢 大家确实没有完全的同步化 就是特别是在11月份数据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 我们本身也在卖方 感觉大家的感受还是觉得 好像这个反弹不会有太高 我说的是经济数据的反弹 但是在两次以后 大家突然进行有些改变 所以其实当时市场上有传闻 我们也只能说传闻 就是比较大类的资金里面 比如说保险的资金 说是这一波比较厚 厚厚端的去配置 你会发现他们主配的方向 当时就是周期 而且周期里面基本上是 可能大金融里面 可能头部里有一些 主要是地产有色 配的非常多 就是可能就是冲着 刚才丁正说的 这一波的库存周期去看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它的库存周期是确定性 我们刚才丁正说的时间很长 一年甚至更长 那我们短一点 比如说至少有两到三个季度 那么至少我觉得 能够跨过今年的年报 就四月份的年报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前 公告预告在一二月份 所以好像大家的整个情绪 现在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我刚才说 现在操作在各路资金来看 还是非常顺畅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指数慢一点 越慢操作性其实越加 大家都心很安的 能够等待着这个市场 缓慢的 那刚才丁总所说的 脉冲行情 和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慢牛行情 有冲突的地方吗 因为我听出来 似乎这个库存周期回升 给出市场这个脉冲的状态 并不是太长周期 而是在今年春季 我们说春季躁动吧 这个过程当中 给出的一个定义 您刚才说是慢牛 那就是牛市的开始 这是大体的这个位置的开始 有冲突吗 有冲突吗 我是这样看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 这个整个经济结构 它基本上是在一个 怎么说就是质量转换 我们叫转型的过程里面 我是这样看 在16年 刚才丁总说的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最近的一次是在16年下半年 对吧 当时供给侧改革 库存见底以后出现反弹 我印象最深的当时是水泥 大家记得当时天山水泥 我记得一个春节涨了两倍 就是突然间17年 然后所有的水泥股都开始涨 一直到今天 我们来看看水泥里面的龙头的 海螺和滑行 就是在之后 水泥大部分的股票在低位横盘 我记得有很多的西部的水泥股 又跌回原位的时候 海螺和滑行一直在往右上方 很缓慢地涨 同样的逻辑的机械 我们看到三一的走势 和其他机械股的不同 如果我们说如果这一轮库存周期 比如说走三个季度到四个季度走完 走完以后可能许多的周期股 又要开始调整了 但可能在那些周期股里面的 龙头类的品种 由于它的各方面的优势 管理的优势 包括产品的优势 融资的优势 包括各种各样的优势 它能够独立于整个行情 我说的是独立于整个周期 跨越我们所谓的大的这种 以往的周期的波动 都像三一和海洛这样 慢慢慢慢地能够平滑住 那我想可能我们的漫牛的基础就有了 它的权重就完全不同了 以后一个股票就顶过 整个行业中的十几个股票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指数 我们想象中的漫牛的一个格局 其实丁总并不冲突 其实是对短期的描述 包括对长期整个市场 在成熟化 优质化 头部公司给出指数更多牵引方面 这个是不冲突的 对 实际上我们也是看 整个一个A股在短期的一个脉冲 更多的是对于过去三个月 错过的对于经济数据回升的 这样的趋势的补涨 那么之后的话 其实还是要跟着经济数据的一个延伸 反弹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过程 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对应的一个表现 本身这个脉冲实际上指的 也是对之前的那个行情的一个 补充反异 对 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如果全年2020年 整个会不会比2019年的这个行情更精彩 这是大家最期待的 实际上2019年是一个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涨幅 本身可能来看的话 觉得不是很高 但是二十几的涨幅 从历史来看 真的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牛市了 对 那么从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的这个 证券市场的平均年度涨幅的 平均概率来看 其实基本上就是五到十之间 我觉得这样的涨幅 我们不可能每年都去做期望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行业配置的一些角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提示的 在刚才这个流行老师提示的这个金融行业 大周期行业 大金融行业 其实也是我们看好的 那么我们自己觉得的话 其实可能从我们自己的研究来看 和市场中的这个一些观点来看 可能有一些分歧的点 就是在房地产市场 或者说房地产板块 那么这个板块我们觉得 首先它是我们自上而下 研究周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的行业 因为房地产牵引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那么对于这个行业本身呢 其实大家可能着眼于短期的政策周期上 一直在做房住不吵的这样一个言论 但是我要我个人的理解 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 其实是认为 其实整个房价的一个平稳是政府所需要的 而不是说去严厉打压这个市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下 其实我们认为 本身这个政策的这个边际的影响 是不会进一步的不断的深化 去强化这种调控 那么我们要去关心这个经济周期本身的规律 而这个规律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库存周期 本身是大家所熟悉的房地产经济 这个销售面积数据 作为它的基本面来看 在去年出现了一定的负增长 全国的销售面积 但是这种负增长 其实从7月份以后 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升趋暖的一个趋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的话呢 从我们这个 我们中心箭头有一套比较成熟的 长波周期的经济研究 大家可能也有听过 叫做康波周期框架 之前是由周金涛先生 这个在市场中 这个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和积累 那么目前由我们来做一个承接 从整个康波周期来看 在历史上的康波萧条期 本身随着市场 全球利率的一个大幅下行周期 房价的一个上涨 也处在一个正向的一个周期循环当中 所以实际上我们认为 从2017年之后的这轮 全球利率下行 正在对房价起到正面的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导致 全球的居民 当然也包括中国 在资产配置方面 会倾向于拿出 稍微更多一些的资金 到房地产市场上 所以我们看到19年的最后的房地产数据 是量价都超了市场预期 那么这个状态进入到2020 我们倾向于认为会出现更明显的 销售面积数据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种反弹在叠加到 整个房地产板块目前的估值 其实它反映的仅仅是19年的业绩 和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估值 来对应我们的一个房地产调控政策 那么在这个政策 边际有趋缓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以及基本面数据 19年的业绩和2020年的业绩 2020年的业绩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一些公司已经披露了 12月份的销量数据 基本上还是20到30的 这样一个销量的一个金额增速 那么这个基本上也是让这个行业的 2020年的业绩有所保障 所以对房地产行业 我们认为是在这轮的一个周期上行中 一个比较安全的配置品种 我们也是比较关注这样一个板块 在上半年我们会持续的看好 那么整个到了下半年的话呢 我们还是认为整个消费板块 会有自己的优势 因为本身其实从去年11月份 大家在这些这个 包括边老师刚才说的茅台啊等等 这样一些板块上 的确有一些过度的集中 估值上确实也出现了 可能是过去多年的高位 估值的高位的水平 那么这种调整 我们认为是理性健康的 它的盈利水平 其实还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过程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今年下半年的话 其实消费板块 还是可以重新再减起来的 当然现在上半年的主题 上半年的主题 还是和库存相关 和周期相关 但实际上 这个我们说的还是和周期相关的 这样一些轮动的一些 节奏的判断和行业推荐 实际上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全年的主线 就这个实际上和我们去年 在这边做节目 跟杨子老师说的 我们去年全年看多创业版 是这个关键是一脉相成的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认为创业版 所代表的科技类企业 还是今年的主线 一方面是由于 我们看到这个 从整个的一个政府的 中央厅中的工作会议上 整个对于新型机械的 这样一些描述 还是它重点投入的领域 所以我们认为政府的投入 在2020年 依旧是这个板块的EPS上 能够超出自然经济周期的 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第二的话 其实就是从我们 可能即将要面临的 一月行情 从短期来看 大家可能感受得到 就是12月份到1月份 很多的小盘股 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上行 这个实际上是和 商与减值周期有关 那么这样一个周期 在2018年 大家可能记忆犹新 以整个创业版为例 整个板块应该是 350亿的商与减值 那么今年的话 这个值我们认为 可能会出现大幅的缩减 那么这种缩减 就会带来变相的 进入人提升 所以这一块年报上的 这种业绩增长 可能会是一季度市场 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或者说风口 带动市场的情绪往上升 其实您刚才的结论 已经非常清楚了 上半年周期 下半年消费 全年主线 还有这个科技股的贯穿 全年 那刚才也提到 就是在目前整个市场 这个关注点当中 1月份还有一个商与减值 这个问题 那这两天呢 我们也看到一些 券上报告 说商与减值 在2019年年末 这个2019年的 这个年报 披露过程当中 会不会成为 把春季行情 拖下水 就是扰动 给这个春季行情 捣乱的一个因素 都有这个报告 最近挺多的 我们觉得实际上 商与减值 在个股上的暴雷 其实肯定会有 因为对于整个板块来说 这个问题在改善 但是对单个公司来说 碰到了 可能还是很大的冲击 就这个现象 其实从两年前开始 就一直在进行 所以其实个人投资者 进行这个 个股交易的时候 其实本身 个股的波动性 和市场的关联度 也在变低嘛 但实际上 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 会导致 2019年初 这个2019年的 整个年报的 商与减值 会出现改善 这个第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 整个2019年的经济 是见底回升的 那我们的商与减值 本身对应到的 这个商与 这个问题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 是对于收购的时候 对这些公司的一个估值 那么这个估值 本身其实伴随了 这个板块指数的上涨 这其实进一步下调的 这个压力是比较小的 那么第二的话呢 就是来自于2016年之后 我们的证监会 对于并购重组 实际上是一个趋延的管理 重置而不重量 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实际上16年之后的 上市的这个并购资产的 这样一些行为的项目呢 它的这个质量 确实比之前 有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这也保证了 三年后到今天 整个商与减值的一个 这个业绩承诺期的 三年周期过去以后 现在其实面临到 商与减值重雇的 这些公司 基本上都是16年 或者16年以后 上了这些公司的商与 其实他们的这个质量 是更高的 可减值的空间 也是更小的 所以这两个迹象 就导致了今年 大概来讲 从总体上应该是一个 大幅缩减的 商与减值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A股来说 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 一个短期利好 对 那刚才我们在 和观众互动这个过程当中 有投资者朋友问到 说刚才呢 几位都提到了春季行情 是库存周期回升 引发的这个脉冲行情 我们姑且做了这样的一种描述 那么说今年的2020年的春季行情 和2019年的春季行情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019年我们说是资金充裕的 全面普涨行情 那如果说这两个定语 一摆在这的话 是不是马上我们这个操作策略 也完全不一样了 边老师怎么回答 我觉得2019年很清晰 就是因为在18年四季度的时候 各方面的因素 刚才说商业的 流动性的 股权质压的 一起爆 所以其实在2500点左右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应该承认 那是一个极低的水位 估值是压到了最低 流动性被抽干 这个时候在二三月份 涉容数据放大以后 我说就好像突然之间 天上就下大雨 就瞬间就把这个 干涸了一年的这个土地给起来 所以一开始起来的时候 是垃圾股先涨 我记得您当时说了 就观察一季度的行情 就看涉容数据 对 就是这个水冲下去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干涸的地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垃圾和好的 一起浮上来 甚至可能是垃圾浮得更快 所以当时是 各种各样股票都涨 然后到二季度的时候开始分化 对业绩的确定性更高 那时候消费开始浮出来 所以整个2019年的一季度 我觉得因为是极低的估值 和很大的流动性的冲击 所以带起来 那现在我们来看 首先流动性虽然也降准了 但和2019年比 不可能一下子 我们现在叫精准低贯 而且今年有可能 还是不错流动性 第二个是估值 我们看到最近的指数 涨了200点 茅台是跌了15% 昨天华兰是跌了 大概也跌了10个点了 一个一周 所以其实还是有品种 在高估值下出现回落 所以刚才我觉得 我接着丁总的讲 我其实现在三块资产 在去年年底 大家对2020年 其实是有比较清晰的排序 消费一块 周期一块 科技一块 做科技的人还是做科技 只是在科技的 不同行业里面去找 原来做半导体的 做芯片的 现在开始做手游 做文化传媒 对吧 这些人还是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人 只是从100倍市盈率 调到了70倍 他们并不是更多的 去关注绝对的业绩估值 我觉得现在调整 比较多的是在12月份以后 做消费的那批人 那批人 因为他们对业绩 和估值的敏感度 你看业绩的人 一定对估值相关 也比较敏感 从调出来 可能去配了一些周期 就是他们是更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分清 你是哪路资金 你做弹性的 你就不要来管这一块 你只要在科技里面 把握某一个风口就可以了 最近是云游戏墙 还是AR VR墙 最近电子展了 你去看看各种东西 其实也可以做 你的 我们开玩笑说 我们做科技的一些 一些机构的朋友 我们说 我说你们的预期的低估值 是60倍 五六十倍是低的 做周期的这个 就是我往下 不是五六十倍的问题 我们是从五倍 做到15倍 这是完全两种做法 但是我觉得今年 可能就像刚才说 上半年 先把周期 或者我们说一季度 先把周期给干完 干完以后到二季度 看看经济数据各方面 要不要再调回到消费 但总年来看 刚才说的科技 我想5G年代 怎么都有得做 只是题材的不同 去年PCB是一年涨十倍 我想今年也一定会有 相关的一些行业 在某个时段 突然间传出来 涨个五六倍 我想一定会有 只是大家在涨的时候 搞清楚 他们是做什么就行了 其实丁总 我们也开玩笑 在11月底的时候说 2017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动的是贵州燃气 十倍票 18年底是跑出来一个 东方东旭十倍的票 所以市场的资金 就是卯足了劲 在整个市场当中说 2019年年末会冒出谁呢 就在这种存量的 你追我感的状态当中 行情就这么出来了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 其实上半年是周期 下半年是消费 这是给出2020年 这个大类的一个配置方向 其实重点是用了挺长时间 说这个地产的 我不知道刘欣 对这个刚才丁总提到的 这个地产短期可供 这个策略 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我们一起探讨啊丁总 是这样的 实际上上次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也讲到了房地产板块 实际上当时呢 从房地产的一些数据的情况来看 排名前十位的一些房产公司 它占全年 因为当时是截止到11月份的数据 是占全年数据的 大概销售数据的74% 那么而且这个数据呢 在过去三年来看的话 是平均每年 是增长10%的这个速度 也就是说 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优势 现在集中在它的一些 龙头企业当中 那么另外呢 从周期性的一个行业情况来看的话 实际上呢 我建议更多的是 关注房地产产业链 这么一条上面的一些 相关的个股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一段时间 房地产板块起来之后 紧接着水泥 建材板块 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活跃 而且呢 相关的实际上呢 接下来呢 像房地产板块当中 相关的一些家电啊 或者一些家居的一些概念呢 实际上也是属于 整个产业链上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个股 那么实际上呢 这些个股得到一些关注呢 有一些资金 可能是之前的一些这个 考虑到一种安全性的这个原因 毕竟呢 像这个 11月份 12月份 科技股长相对来讲比较高 而这些资金的话 他们介入之后呢 也会考虑到 1月份 我在关注一些什么 比如说 在年底年初的时候 我关注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品种 如果这个时候 我再贸然进科技这项个股的话 一方面价格比较高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也考虑到 年报的一些压力 所以相对来讲 找一些周期性行业 价格比较适中 同时呢 可能业绩方面呢 也有一些保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我觉得可能 周期性的板块 像房地产产业列上面的 这一些板块 一些子行业 或者说一些个股的话 可能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一季度当中呢 是值得一些重点还出的 其实刚才 再回到 对春季行情的描述 就是库存周期回升 带来的脉冲行情 对2020年全年的配置是 上半年周期 下半年消费 我们是把这个结论 反复地和大家在做交流 既然说到了上半年周期 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周期的配置 一会儿回来 2020 A股将赢小康牛 哪些板块值得超配 哪些行业有望诞生时被股 股拍APP 携手数位市场大咖 联合举办 2020年度 A股投资策略会 时场深度解读 聚焦十大优势行业 上股拍APP 一手消息抢先知 上股拍APP 祝你提前布局2020 精准买在利好前 还有策略会精华 和春波布局双重力 等你来领哦 赶快下载股拍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邵昌武 在股拍APP 看股谈大师兄 股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好 欢迎回来 虽然近期传媒农业板块 涨幅较大 但是整体上来看 周期股从上个月开始 也是在稳步地攀升 部分的细分行业 比如说菇 酮等有色板块 还有水泥 目前大部分周期行业 是呈现低产能 低库存的格局 行业整体盈利 并没有明显的回升 那么这一轮 周期上涨的逻辑核心 在哪里 会走出一波中期的行情吗 我们先来看看 部分机构的观点 先来看的是 长江证券的观点 长江证券认为 经济周期正在筑底当中 一季度确定性抬升 稳需求加弱产能格局之下 周期存在结构性优势 关注的方向 汽车产业链和基本金属 另外海通证券的观点是 部分周期此行业 盈利开始回暖 龙头公司具备低估值 高峰红和规模优势 建议关注的是 油服 光服 煤炭和风电 等此行业 其实丁总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对整个周期类 上半年的一个关注度 就是也提到了 库存回升周期 周期回升的这个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状态之下 整个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 去做更深入的探讨呢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美轮混沌周期 起来的时候的重点行业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2000年以后 其实看过 其实和当时的这个 因为美轮混沌周期 我们的理解 其实都是一个 政府投入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从货币政策的宽松 还是从我们中央建筑 的会议上 对于下一年的一个 政府的财政的这种主导 包括现在 其实有了更多的 政府产业基金 去投向这些科技类企业 其实不像以前 以前可能是 周期一块 消费一块 科技一块 可能科技的比例非常小 从这个12年底 和去年底的这个 整个中央建筑 混沌会议上来看 其实对科技的投入 是在慢慢变大的 这个其实也符合 中国的整个的一个 经济增速的 这样一个需求 因为从整个 中长期的角度来讲 确实中国面临 人口老龄化 这是一个 不能回避的话题 各个宏观论坛的 这样一个主题 基本上都绕不开 这个主题 这个过程会让 中国的经济 在未来的10年当中 增速回落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依然是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增长 可能在4%以上的 这种增速 还会维持很长的时间 这个还是全球人民 非常羡慕的 这样一个增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 它是这种边际的导向 是由政府的 这种主导性 来跟踪的 所以呢 其实在去年底开始 实际上是2019年初 2018年底开始 从我们政府 第一次提出 新基建的 这个方向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理解的周期 已经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 钢铁煤态水泥 这么简单 而会包含更多的 像科技类的 这样一些板块 像半导体等等 2019年其实就是 有了政府资金的投入 导致它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扩产的一个过程 但是对于 这些传统周期 其实也有自己的弹性 就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像今年 去年三季度报的时候 很多周期行业的业绩 还处在一个 非常困难的时期 这个和基金增速 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但是实际上 今年四季度 尤其是12月份 发布的数据显示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是重新回到了 5%以上的 这样一个 正的一个增速 这个拐头的 这个力度 也是非常大的 就整个周期行业 哪怕是传统周期行业 在正常的经济周期 当中的复苏 在现在这个 三到六个月当中 反应也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年报数据 尤其是四季报数据 这些周期行业的 业绩的回升 其实就是 现在这些周期股 上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我们看到这个 板块性机会 确实也是非常的清晰 一方面是 它本身就是 这个库存逻辑 另一方面 是在库存逻辑 这个向下 它也可能 在市场当中走出 这个相对的结构好期 对 那边老师 刚才两家券商 像油服啊 煤炭啊 风电光伏 包括汽车产业链 和基本金属 也是在周期的 主方向 主产业链上 给出一些 这个关注的提示 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这一步 看油色看的比较多 或者我们看 基本金属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一个是 我们看 看了几家公司 我发现这个固定资产 比例比较高的公司 似乎从业绩的情况来看 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那考虑到 他们周期的这种弹性 本来就比较大 所以我刚才说 我们是先看到四月份 我觉得就是至少 你要有个果给出来吧 你这个股价涨了那么多 总要有个果吧 就像就像去年的 上半年的那个PCB PCB其实电子制造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 5G当时的一个制造业的周期 对吧 它的这个周期弹性的 这个金银杠杆率 一旦提升以后 也是非常快的 那么在基本金属里面 一方面是和 汽车产业链相关 所以小的金属 其实最近估的价格 慢慢有点走高 也不是走得很强 但是大家看看 相关的那个股票 已经涨得非常厉害了 那第二个就是基本金属里面 同理论上说应该是大于 铝的 那么最近的这个价格 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价格 也比较好一些 而且有色呢 我感觉啊 就是这几年以来 16年的那一波 有色没怎么动 所以这一波 我感觉好像有色的弹性 比我们预期的 要来得更大 我说的是业绩的弹性 可能会比预期的大 所以当然现在弹性 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所以我们反复强调 可能季报和年报 两张报表去比一比 到时候如果出来弹性 比较大的话 因为我是经历过 0607年的这个 当时的周期国 所以大家对周期 要有一个准备 就周期的这个东西 它弹起来 你是要能够拿住 也比较难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这个周期它的波动 所以我刚才反复提到 PCB这个东西 它第一波起来的时候 涨到6月份 PCB涨了一倍多 当时业绩出来一倍多 然后大家还有一波 泡沫的预期 然后再从十几块 干到20多块 那一波其实干完以后 大家才发现 好像它的业绩的增速 不是连续一倍一倍的 每个季度增长 然后大家再听 所以我想这一波 是属于我认为 是带着业绩估值的修复 我把它称之为修复 还没到泡沫期 我认为泡沫期 至少要到3 4月份以后 可能我们再来谈 现在大家还只是在等着 它跟它 我们是戴维斯双击的 这一波 还没到预期泡沫 所以我们认为相关的 包括像地产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要跟踪数据 但我觉得2 3月份之前 安全性应该比较高 今天我们觉得 一方面是在策略上 给大家做这个逻辑上的 一个分析 另一方面呢 我们正在交易上 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希望我们年末的这个预测 或者说这个总结和展望 能够带给大家来年 在操作上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看 我们几位嘉宾 对2020年科技主线的探讨 一会儿回来 2020 A股将赢小康牛 哪些板块值得超配 哪些行业有望诞生时被股 股拍APP 携手数位市场大咖 联合举办2020年度 A股投资策略会 时场深度解读 聚焦十大优势行业 上股拍APP 一手消息抢先知 上股拍APP 助你提前布局2020 精准买在利好前 还有策略会精华 和春波布局双重力 等你来领哦 赶快下载股拍 上海品牌七宝熊猫酒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昌武 在股拍APP 看股谈大师兄 股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们在谈春季行情 在谈2020年整个市场的脉络 其实刚才丁总有一句话说 其实2020年上半年周期 下半年消费 还有就是科技主线 其实对于科技主线来说 是大家都认可的 2020年是科技年 贯穿全年 但是这个贯穿 在策略上 或者说我们在整个描述 这个科技股给我们的机会上 我们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是这样 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说科技的时候 其实只是说了一句 我们快贯穿主线 但实际上我们对于科技股的看好 不是从一个年度的维度来看 从康波周期的框架来看 其实这个康波销条期 是现在的状态 或者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看到 上一代的互联网 这个科技的红利 对于全球经济的这种 生产率的提升 这种编辑的效力 正在出现越来越乏意的过程 或者说整个全球来看 积蓄一个新的科技的力量 来作为一个替代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时期下 其实我们看到了中国和美国 在5G投入上的这样一个重点投入 那么这个投入 其实本身并不是说 靠这些基站 来完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而是通过它来构建一个新的 信息高速公路的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上 可以嫁接新的应用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 新型基建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我们中国政府 在这个2018年底的 中央新的科技会议 以及2019年底的 这个中央新的科技上 一个强调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国家重点 扶持的这个 四五个新型行业里面 其实是开了很多的 政策绿灯的 我们说这个 包括人工智能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AR VR这些技术 这些这个设备投资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两个方面 第一 我们看到政府的产业基金 在这个领域上 其实有大规模的 直接的投入 形成了这些行业的 订单式增长 这个增长 如果我们要回忆一下的话 会和2013年的 这个智能安防城市 这个大华海康 这样的公司 订单式的不断投入 和不断超预期的业绩 实际是一个 有一个可以类比的 一个过程 都是政府投入所促成的 这个行业的重要发展 那么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融资环境上 包括去年的科创版 从无到有 包括去年 10月份 11月份后的创业版 它整个的一个 借壳重组 从之前的这个不允许 变成现在的可行 但是可行的这个条件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 仅限于 这4到5个 国家重点鼓励的行业 所以实际上 对于这几个行业 我们实际上看到的 不是一年的 这样一个投入的机会 而是中国 实际上希望 在未来30年的 全球的这样一个 制造业分工当中 能够占据 类似于现在美国 在互联网行业中的 这个地位 在中高端制造业上 这种投入 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 在彻底开展了 一个过程 而且也有业绩上的 这种订单式的兑现 实际上这个过程 按照我们 对应的这样一个 周期对比 其实是和90年 当时美国的 纳斯达克的 这样一个十年行情 是可以做类比的 所以我们认为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中长线的 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其实有人说 时间如果倒回到 2013年 似乎和现在整个 许多框架 非常相似 在对接当中 我们也可以去回顾回顾 好了 稍时休息 一会儿是我们的 明日市场前瞻 一会儿回来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新年要想六六大顺 从家出发 重新装修 是个好办法 鱼润空间设计 5000平米超大建材展厅 自主选主材 样板房 1比1实景空间 设计精道 两房改三房 一房改三房 新推的半包666套餐 半包每平米 仅需666元 一房一价 承诺绝不漏相 绝不加价 做到真正闭口合同 没有决定之前 不收一分钱 一旦合同签订 就能得到价值万元的 家电礼包 与万元装修抵用券 还送2588元 第三方监礼服务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9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鱼润 也可以拨打电话 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让鱼润为你解决 所有装修难题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每个人都有害怕无助的时候 几具宽慰 便能带来很大的力量 与人力量的你 很赞 唱通生命通道 共助平安环境 2020 A股将赢小康牛 哪些板块值得超配 哪些行业有望诞生时被股 股拍APP 携手数位市场大咖 联合举办2020年度 A股投资策略会 时场深度解读 聚焦十大优势行业 上股拍APP 一手消息抢先知 上股拍APP 祝你提前布局2020 精准买在利好前 还有策略会精华 和春波布局双重礼 等你来领哦 赶快下载股拍 好 欢迎回来 明日市场前瞻 我们来看看刘星 对明天市场的判断和提示 从目前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应该说强势的格局 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但我个人认为 整个的市场 实际上在3100点的上方 维持一个强势震荡的 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大 它不会出现像去年2月份 这种连续快速上涨的情况 那么从技术点位上面看 在3150到3160点附近 可能会构成一个技术上的 一个短期的一个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当指数可能攻击到 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市场会出现一些波动 出现一些震荡 但在波动震荡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是 整个的热点板块 重新的一个轮回和切换的过程 那其实丁总 春季行情还在渐入佳境当中 那给出大家一些 这个温馨提示吧 我觉得实际上 其实我觉得 其实从我们研究所的 或者说从价值投资的 研究角度出发 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 还是经济周期和企业盈利 我想在整个1月份 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公司 在1月份出现一些 非常好的年报 因为去年商与减值争的人冲击 确实会让去年的基数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要从中去选到 真正有主营业务收入 稳定增长的公司和行业 我们的建议可以从自上而下 去把握一些行业的特点 比如说从上半年来看 周期可能相对来说 会有一个整体性的 一个真正的盈利增速的上行 而这个消费的话 在今天下半年 会占据自己的优势 而科技股其实在我们看来 我们也是建议去推选 我们的政府有重点资金扶持的行业 可能会更加有安全性 那再次感谢今天请到的嘉宾 中细箭头金融工程 与大力资产配置的总监 丁鲁明先生 还有边峰伟先生 还有刘欣先生 感谢三位 明晚见 树是十二生肖之首 象征智慧 憨太可居的写食老鼠 与图腾老鼠相结合 开创全新系列 全系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每一枚都有独特外形 这次这个鼠年纪念章 因为前面一轮 也是我设计过一轮 这次等于是新的一轮 开始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这一轮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来展现这个新时代的一个生肖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 以往的生肖的章 更多的是关注在 这个生肖的本体上面 所以这次我是把它的一个本体 做了一个延伸 因为知道每一个生肖 它是在中国的那种 它是有对应的那种 讨口彩的一些画呀 包括一些吉利的这种象征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老鼠 老鼠这一枚 老鼠它的相对应的 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葡萄啊 在中国的古代的啊 在这种民间的里面 更多是对应的是葡萄 或者是一些花生啊 这样一种 一种粮食 一种植物 那它的寓意是一种 多子多孙的含义 表现是种多子多孙 它这种寓意 所以我就在老鼠的周围啊 放置了一些葡萄的一些图案 让它围绕在老鼠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画面 这个老鼠呢 是镶嵌在这样一个 葡萄的这样一个图案之中 这样就非常的一个 显得非常的 整个图案很饱满 银张正背面的老鼠 形态相呼应 正面为图腾化的老鼠图案 周围围绕葡萄 具有多子多福的寓意 背面中的老鼠 与牛年呼应 系列产品 形成完整的生肖故事 趣味十足 中文字幕志愿者 坚持到底就生意 好 接触为大家联系 如何来理解整个系列的 金正会的结构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邀请您收看财经夜行线 改革开放 伟大复兴 三 二 一 点火 这把伞呢 其实是我们一个模型 我们月球背面的信号 通过它来传输 给地球的一个天性 我国科学家宣布了 世界首例 克隆喉 中中滑滑的到来 我们人类首次成功 探测到飞动的影像 双举叶 7号 毛银行建设 请您登场 航天是个招扬的产业 它可以让我们去想象的应用 会非常多 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二号完成首相和尾相 破冰实验 搭载了我们国际上 最先进的海洋环境 和地球物理的 科学的调查设备 Z919大型科技 105大机 在上海完成了 首次试验飞行任务 我们按计划 有六架飞机进行试飞 激活5G列车引擎 让我们一起开启 5G商用新进程 四季改变了中国 5G会改变社会 则不替你成为第一个 在美货币上市的中国本土 自主研发可爱新药 华为首次推出了 新一代旗舰手机 芯片麒麟990系列 我们有自己的产品 我们有自己的市场 我们有自己的技术的积累 那我们就可以 全面地去参与这件事 我们对北斗 在未来究竟什么时候 可以集中建好呢 目标是2020年 通用地暖 科技创造完美 装地暖 就用通用地暖 太平洋保险 质量城堡 通用地暖 米兰斯沙发 采用美国李恩派 伸缩合金奖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斯沙发 畅想临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斯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匠心品质 舒适环保 米兰斯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百姓 买得起的好沙发 米兰斯直跟上海 创于1999年 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通用地暖 科技创造完美 装地暖 就用通用地暖 太平洋保险 质量城堡 通用地暖 三大股指集体冲高 上证指数收涨0.69% 占上3100点 题材股多点开花 四个交易日爆买超200亿 北上资金新年开门红 外资表示仍看好中国股市 净流入是长期趋势 只要你的经济环境是一个低利率 低通胀 这么一个环境 它就可以支持相对高的估值 人民币汇率升破多道关口 离岸一度增破6.93 业内认为 2020年表现大概率强于2019年 国产特斯拉Model 3正式交付 仅一年就实现投产和交付 展示上海速度 折射中国市场强大吸引力 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在上海为您直播 中文字幕提供